舉例子 像登麗菁基金會 確實也能夠複製登麗菌的聲音 市長說參加周杰倫演唱會了 是的 但是他很大陸口音的登麗菌 我們要台灣人的登麗菌 所以我們就會有類似的接觸的機會 哦 就他可以講任何你想要他講的話 是的 所以真的是有一天記者就要被取代 我就要不出現在這裡了 有一天這件事情 其實 快跟我說沒有 快 我也很想跟你說沒有 但是就是說 你的魅力不會消失啦 謝謝 但是你的基本重複的事情會被取代 所以你會更 凸顯自己的價值 你會更往你自己的高負價價值中 掌握產業未來趨勢 看準企業投資價值 解密CEO經營新法 歡迎收看第三季DJ咖啡 DJ咖啡 讓你掌握產業未來趨勢 看準企業投資價值 解密CEO經營新法 每周三中午準時鎖定 觀眾朋友你有沒有想過呢 有沒有想過呢 以後DJ咖啡的聲音 可能不是我在跟你說話 而是機器在跟你說話呢 這是洪正自動科技的新產品 優生學 他就可以用AI來語音 合成我們的聲音 而他的語音技術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找到了張協力 幫我們解答一下 各位MiningDJ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正自動科技的張協力 那今天很榮幸呢 來這邊跟各位介紹我們的優生學 我們知道洪正其實是從硬體起家 為什麼會想要跨到像AI這樣子的領域呢 那因為我們叫做洪正自動科技 一般人都很專注知道我們是洪正 卻很少人知道我們是洪正 完整的名稱 對 所以我們既然有這個自動科技 我們當然對自動化這個議題是很感興趣的 那人工智慧技術大概是在2013年開始 重新站起來 到2016年稍微有比較多的聲音出來 那到最近呢 才開始蓬勃的看到應用的出現 那其實早在2018年17年呢 我們公司就一直很關注這個項目 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先期的投入 那我們曾經從人工智慧上面 相關應用領域以及技術 想過很多議題 那最後我們就選擇了語音合成 那為什麼選擇語音合成 這樣一個人工智慧的技術跟應用呢 要做人工智慧這樣的技術投入 以及產品應用 它第一個就是面對的是要打資料 那第二個面對的是要有算力 那第三個面對的就是要有人才 這對我們來說是 是相當如果我們想做 這是一個零到有的過程 是相當的困難的 所以我們從裡頭呢 一開始我們就挑了 花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驗證 所以最後我們選擇語音合成 主要是看重它算是算力少 少預料 就可以創造出可靠可用的商務模式 跟聲音產出 所以我們投入了這一塊 那加上我們的競爭者呢 大部分呢在這一塊的投入都是國際大廠 包含微軟啊 Google啊 甚至蘋果 現在有蘋果 Books也想要推出這樣 所以有聲書的東西嘛 那我們怎麼樣去跟國際大廠做競爭 應該是常被問到的項目 是的這個題目 從我一開始提的時候 我就一直被問 其實中間過程當然我們首先 還是很感謝政府有給我們資助 給我們 有錢還是很重要 對有錢還是很重要 那一開始的起心動念 其實我們選擇語音的時候 我們也想過 其實光是語音合成 它也有很多的差別 那我們一開始的起心動念 其實比較單純就是 有一天我們突然間發現 我們公司在做全球業務大會 那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些業務 他聽得懂中文 聽不懂英文 即使他是韓國人 即使他是日本人 他聽得懂中文 他聽不懂英文 對 可是我們有些業務呢 是像美國人 像瑞典 像歐洲人 他聽得懂英文 聽不懂中文 所以我們就要找口譯老師來 對 那時候的起心動念是 有沒有一天我可以讓一個 我們董事長在演講的時候 口譯老師不用再出現了 我們聽英文的人 也可以聽到我們董事長的英文 口譯老師現在覺得很緊張 立刻就失業 那聽中文的人 就可以聽到我們 董事長的中文 那他對我們董事長的聲音就有印象 有起義 而不是 他永遠聽到都是口譯老師的英文 哦 就是用董事長的聲音的聲線 去講不同的語言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 第二個起心動念是 我們那時候想是說 其實呢 語音合成有一塊是非常有價值 就是叫做 我們講聲音銀行 或是具象的講價是 把你的聲音做永恆的保留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創造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並不稱它叫優聲學 哦 我們稱它叫做回聲鼓 回聲 你的聲音出去 你的聲音回來 哦 你的聲音過來我的系統 我的系統就學會你的聲音 你一輩子就可以留存你那個時間的聲線 比方和小朋友長大的過程嘛 對 或是過去我們要去回憶長輩 我們要看長輩的視頻嘛 嗯 可是長輩視頻的內容是固態的 對 但是長輩的聲音通過我們的系統之後 它就可以是動態 嗯 對 那我很好奇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剛剛提到的幾個 包括資料量啊 運算力啊 這些可能都是我們面對的挑戰嘛 那後來我們怎麼樣去克服這樣的關卡 然後到現在其實 我們決定要把它商業化了呢 其實一開始我們也是很小心很緊張 很戰戰緊緊啊 是 從實驗 那實驗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要不要去買一台500萬的電腦 哦 這就是對我來說 算力最強的 對 雖然我們講 剛剛講我們可以用少預料 但是我要做同時間做大量的實驗 我有可能神經元有不同的設計方式 那不同的設計方式我同時都要跑訓練 那我需要很強的算力 那這個我得去說服 公司內部相信他是一個成功的撕裂 成功的可能 成功的機會 那他就是我面對的最大挑戰 那第二個當然是人才 因為畢竟我們過去是擅長電子產品製造 你要去找到懂得AI的人才 那AI的人才其實它沒有那麼簡單的 它包括你對資料的人才 對神經元的人才 對於程式的人才 以及對於你要說處理的那一個產業 我們叫做假設你是要處理文字 你要對文字熟悉 你要講中文 你要對中文熟悉 你要講英文 你要對英文熟悉 那個人才它不會寫程式的 你也要有這種人才 這是我們一開始遇到的挑戰 所以它是蠻需要一個跨領域的人才的結合 在這個裡面嘛 是的 所以既然需要大量的硬體投資 又算力投資 又需要大量的人才投資 聽起來很困難耶 那你就要面對你怎麼去說服內部的整個條件 願意支持 那我們公司是一個非常垂直整合的公司 所以呢 我們的董事長也好 我們的主管也好 都在這個過程都給予一致的支持 基本上跌跌撞撞 咳咳碰碰 失眠來了 真的就產品落地了 我們號稱去年2022年是我們聲音的元年嗎 是哪一個關卡跟哪一個契機 我們決定要讓它商業化了 比方說我們在跑分上面有一個突破了嗎 還是說是在哪個點上面 其實這個2022年的聲音元年 這件事情是有個連結的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在做語音 其實語音裡頭還有一個東西叫做聲音 聲音是可以國際化的 語音是區域化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在思考我們在做語音的過程中 那我們是不是同時也可以做聲音 所以我們2022年有推出一個 AI的聲音處理器 那是專門針對聲音的部分 那原因為什麼我們到2023年才把語音這塊量產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2022年得到了 國際標準MOS評測4.38分 達到真人水準 那我們覺得這可以體現出我們產品的品質 以及我們的技術的能量 那也不辜負我們公司老闆 對於公司企業品質的要求 所以我們就正式的 讓它面對市場 商業化 當產品出現的時候 我們下一步想說 那這個產品我們接下來怎麼樣商業化 跟怎麼樣它的商模要怎麼建立 因為其實跟原本紅鎮做硬體 那個商模會完全不一樣 跟推廣的渠道或者是客戶群或是市場別 應該會完全不一樣吧 是的 所以我們這邊是比較單純 就是說我們沒有說直接一刀兩分 直接完全用不同的策略方法去做 分成兩個team 對 那我們沒有這樣做 那我們仍然是秉持著 緊密的團隊溝通的能力 所以我們還是花很大力氣去跟我們的業務也好 跟我們的內部相關的流程組織單位也好 做成緊密的溝通 希望他們能夠儘快掌握到 這一塊產品的市場客戶的價值 跟找出一個開發的方式 讓我們儘快地面對市場 不過因為我們對我們產品的品質 跟我們產品的能力很有信心 所以我相信業務應該在一兩次的磕磕碰碰 不會像我們一樣花了四年磕磕碰碰 所以目前已經有一些 已經在接觸的客戶群了 對的 是自從我們開始做了一些展示跟展演 甚至是一些新聞資訊的一些放鬆之後 當然我們中間的過程就遇到很多人來跟我們聯繫了 舉例子像鄧麗晶基金會 過去他有很 確實也能夠複製鄧麗君的聲音 市長都參加周杰倫演唱會了 是的 但是他很大陸口音的鄧麗君 我們叫台灣人的鄧麗君 他想要有一個台灣人的鄧麗君 所以我們就會有類似的接觸的機會 當然我們也遇到很多企業 他想要有屬於他企業的專業的聲音 這也是我們跟國際大廠最大的不同 是國際大廠他不會專注在幫你克制聲音 那我們的能耐就是 我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幫你克制出屬於你的聲音 那不只是打到國際MOS評測4.38分這樣的水準 更難能可貴的是我們從代表你企業的聲音到 進到我們的錄音間到錄音結束只要三個小時 明天你就可以聽到成果 就他可以講任何你想要他講的話 是的 所以真的是有一天記者就要被取代 我就要不存在這裡 有一天這件事情 其實 快跟我說沒有 我也很想跟你說沒有 但是就是說 你的魅力不會消失 謝謝 但是你的基本重複的事情會被取代 所以你會更 凸顯記者的價值 你會更往你自己的高負價價值走 低負價價值的部分 那肯定就會未來會被類似的技術取代 這是不可避免的 了解 那我們優生學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因為你剛剛其實也提到說 我們可以再複製聲音 或者說我們再去 怎麼樣就進入下一個階段嗎 我們現在怎麼看比方三到五年 這樣的產品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當然對我們來說 短期一定是先證明這個東西 客人愛用喜歡用常用 真正落地 然後產生商務價值 秉持台灣大份企業的精神 就是說 我們要踏實 不是用PPT做聲音 我們要先證明我們是成功 那當然你說往後的規劃 我們有相對多的規劃是在於 我們有更多的語言 尤其是台灣相對的語言 然後更個人化的服務 譬如說 個人都可以來保存他的聲音 甚至是說 自然而然的跨語言 譬如說你以後的聲音 自然而然就會講土耳其文 自然而然就會講俄羅斯文 這都是我們短中長期的規劃方向 畢竟我們宏正是一個國際化的企業 我也不想說做一個產品 只賣台灣市場 我也希望我們日本子公司也可以去賣 那這還是真正的為台灣發聲 是 今天很謝謝張傑黎 幫我們介紹這個優先學的產品 那其實我們知道洪正自動科技 其實是KVM起家的 那到底KVM技術是什麼 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洪正作為KVM的市戰龍頭 那到底什麼是KVM呢 今天我們就找到了專家來幫我們解答 那一彎好 妳好 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是KVM嗎 好 那KVM是三個字的縮寫 Keyboard Video Mouse 那洪正主要做的是KVM的切換器 就是KVM Switch 因為KVM的產品種類還是有非常的多 那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大的族群好的 一個主要是針對在消費型 或者是中小企業型的KVM切換器 那另外一類的話就是 企業應用的KVM切換器 但這裡頭還是有很多的這個變形 那我們一直就是在這兩塊裡頭 有非常完整的產品線 嗯嗯 剛剛講切換器的概念 比方說我們在家裡可能SOHO族 可能需要很多台螢幕同時切換嗎 還是說在企業端它的應用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好 假設我本來都是一台的個人電腦一個PC 然後會接一個鍵盤螢幕滑鼠 但是當我有多台電腦的時候 我如果桌上就是要擺了非常多的螢幕 鍵盤滑鼠 那就是整個空間非常的擁擠 所以中間有了一個切換器了以後 我只要用一組的鍵盤螢幕滑鼠 接到我的切換器 然後同時接到後端 可能是兩台的電腦 或者四台的電腦 那我就可以在這當中做切換 那切換的方式其實也有很多種 有一些的話其實它可能就坐在那個機器上就有按鍵 對 那可是 假設你的切換器是擺在桌子下面 那你就按不到嘛 對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有一個 一個線控器 就是有一個帶線式的 然後讓你用按 你按按鈕 有小小遙控器 小小遙控器 對對對就可以去切換 那如果說在比較 在更遠看你 就是到底有什麼樣的技術的趨勢嗎 比方說它會變得畫質更高 傳輸效果更好嗎 好 那電腦其實有一個蠻重要的眼鏡 就是在於我的顯示卡 就是我接到螢幕的這個介面 從以前我們講說是VGA 進化掉DVI 到後來的HDMI 甚至新的就是 DisplayPort或 Type-C 所以這些就是有不同的這個 影像介面的 進步 那當然它所傳的這個解析度 就是會從 可能以前的2K 到就是Full HD 這種解析度 會到4K到5K 甚至更高的可能到8K 所以就會有街頭的 眼鏡轉換 那還有就是傳輸的這個 這個影像的解析度 會越來越高 要求高畫質 對 然後我們知道那個螢幕的尺寸 也變得越來越大 對 所以你一定要吃更高的解析度 你這樣子才可以 你真的看到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畫質 嗯哼 比方說這樣子的畫質 應用在實際的應用場域 它比方可以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它會最有感呢 可能從一般的消費者來說 我們其實螢幕可能不見得 就是會大到可能二十幾吋 可能二三十吋 可能就差不多 可是如果你會到一些企業上的用途 其實有時候你可能就會有電視牆 嗯 對 那那個拼出來的這個螢幕的尺寸 大小可能就會更大 所以這時候你那個畫質的差別 就很明顯 哦 我知道在宏正其實這幾年 也打入了半導體大廠嘛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突破呢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產品上面的升級 才符合這樣子的需求 好 這裡頭用到的一個我們的產品 叫做KVM Over IP切換器 嗯 所以從字面上Over IP 也就是它要透過網路 嗯 所以它就會更遠的距離了 哦 那以在晶圓廠的話 其實我們就知道那個晶圓廠 其實常常就像一個那個足球場那麼大 好幾個足球場那麼大 對 那工程師如果要去解決問題 到它的那個晶圓製造的機台 嗯 嗯 其實它要換無乘一 然後再走進去 嗯 其實是很麻煩的 對 那透過我們提供的這個硬體設備的 遠端 能夠去存取操作的切換器 嗯 它人可以不用進到無乘式 哦 就用我們的產品 在它的座位上 就可以連線進去 去操作它的機台 嗯 有些人會說 可是有很多可能電腦的一些新的軟體 它可能就提供這類的功能 嗯 可是在專業的這種晶圓廠裡面 它們的機台是不允許安裝軟體 哦 對 所以必須要用外接這種硬體式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的產品就非常的合適 有沒有什麼例子 客戶的經驗是可以讓我們參考的嗎 比方說我們怎麼跟客戶之間 對我們可以怎麼樣了解它的需求 我們知道這個Over IP 過去我們走的這個網路的交換機 是一個1GB的網路 那我們最近就是有10GB的新產品 的這個延伸器 結果這個客戶呢 他就很有興趣在跟我們在研發更新一代 在更高的這個交換機 雖然現在還可能不是主流 可是他們預見可能在兩三年後 有可能會有這樣新的應用 他就會跟洪正來談 有沒有興趣來開發這類型的應用 其實現在看到一個蠻大的需求 就是在資訊安全對不對 特別是這樣 比方美中 這間的關係也蠻緊張的嘛 那其實台灣作為這樣子 比方供應商 或者說我們在這個裡面 是可以在資訊安全上面 提供客戶什麼樣的服務 跟客戶真的有這麼強烈對安全上面的考量嗎 對你講到一個資訊安全 正好這也是我們有一類的KVM切換器 它的英文叫做Secure KVM Switch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必須要去通過美國政府的一個資安的認證 那我們在去年在2022年 有推出了一系列32個機種 的這個都過了美國政府的這個認證的這個產品 所以這個認證的費用 其實也相當的高 所以這也是會屏蔽掉一些 那個我們稱為叫白牌的這個切換器 的這些競爭者 去進入到這個市場 因為在美國的政府 或者是在他的軍方的單位 他們所要採購的KVM切換器 他們就會要求 你必須要符合這樣子的認證 等於是第一手接觸到軍方的資料的一個設備 對 那它的一個要求其實就是要防竊取 所以在這整個的設備這個設計的裡頭 它會定定你這些資料都有獨立的通討 不能夠不能夠有不同的電腦會去互相的存取 彼此共通的通道沒有它完全的隔離 然後這樣的設備呢 它也有一個防竊取的一些的設計 它也不能夠維修 但是你有問題了你就把它視為 其實它就是壞掉了 為什麼 對 因為它認為你打開的裡面的資料 就有可能會被竊取到 對 就把它視為就是你如果有問題了 其實這個你就是要換台新的來使用 所以除了在我們可以獲得這樣子 比較高規格產品的一個認證 或者是通過這樣的考驗嘛 那我們好奇說接下來我們紅鎮 可能會往什麼樣的產品的方向去做開發嗎 或者說我們跟客戶之間 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可以 讓我們達到現在這樣的地位 跟維持我們接下來的市場的角色 OK 那為了要維持在市場上這個領先的角色 其實我們也一定要除了維持我們持續多元 就是多種的這個應用 就是從整個個人用桌上用 就是辦公室環境用 到機房到產線 那我們現在更延伸的到所謂的控制室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單位 它會需要人機分離 像有一些交通管 交管中心 像捷運局 它會有那個行車運微中心 像那個就是一個典型的控制室的應用 所以這裡頭會用到 它那個KVM的這個切換 跟延伸的這個相關的產品 那我們一直也專注在這塊的研發 所以我剛剛講到的那個10GB的新的延伸器 這個方案的話 其實就是主要是用在這個控制室的應用 比較遠距這樣子的應用 對 遠距 然後需要能夠 而且他們也會要求這個畫質 還有這個操作的手感 所以你這個傳輸的延遲都要非常的低 然後很快速 然後畫質又沒有失真 對 所以包含低延遲啊 然後在一些效能上面 然後距離上面 畫質上面 其實都是我們未來研發的一個方向 也提供客戶這樣子的服務嘛 是 那其實今天很謝謝怡文幫我們做的介紹 那今天的捷運 要請我們的優生學來幫我們一起做捷運哦 我是優生學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留言讓我們知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的上片通知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該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